一樣的方式 橡皮擦 要一圈 擦掉 擦進去一點點沒關係 然後再把它移過來 有沒有 這樣就是那個 60度的對不對 再編輯複製 編輯貼上 再把它 因為會產生另外一顆 另外一顆 這樣有沒有 好了 1 2 3 有沒有看到 好 那最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這上面會產生 30度兩個 60度兩個 有沒有 這兩個應該30度 這兩個應該是60度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就必須呢 做一個動作 畫格 裡面有個 將不同的畫格 物件調成一字 這邊 所有物件 通通把它 怎麼樣呢 按確定 這個動作呢 一定要做 一定要按一個確定 畫格 將不同 畫格的物件 調成一字 然後所有物件 這地方一定要做 所有畫格這邊 好了以後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第四個畫格 不要動 有沒有 因為4 就回到原來的 對不對 再來5的話呢 就要變成 跟2一樣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跟2一樣呢 特別注意喔 跟2一樣的話呢 就是把 5的話 這兩個是30度 所以這邊是有眼睛 對不對 有沒有 這兩個奇怪 位置 位置再調一下好了 這兩個 這個是30度嘛 5的話呢 也是30度 所以你就把這兩個 眼睛打開 位置都偏了 然後畫格 將不同 這個要做一下 確定 好像2跟3都要 2跟3都要 3也要 這邊也是一樣 所有物件 這兩個 那這兩個做完之後的話 5的地方 就打這個地方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然後 這個就上面兩個 7就回來了 對不對 再來8的話 應該就30度 30度這兩個 有眼睛就是有看到 9的話呢 就是這兩個 10不要動對不對 然後 11的話 就是這兩個 12的話 就是這兩個 這個不要動 14的話 就是30度嘛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是 60度嘛 對不對 這個是30度 這兩個 這兩個 不要動 然後 這個就是這兩個 眼睛 這個就是這兩個 眼睛 好做完了 做完以後的話 我們來看 預覽一下 看看有沒有成功 就是這樣子 會旋轉的吧 最後的話 你就把它直接 另存新檔 存成GIF 直接存到 這個 C疊Web02 裡面的 這個 images 0204 A 後面再可以 好 這樣子 就得分了 30分 好